娱乐中心综合报道连千亿低调了一阵子 近期开始频繁PO文 津贴出行善文 图翻社连千亿脸书 称直播天王的连千亿曾社范组织 恐吓等罪被压311天 交保后的他仍努力制造话题 还一度找来 佳华充高流量 但之后却因为杠上YouTuber勾起你心中 呃 而逐渐低调淡出 近期连千亿似乎有付出的 像 今22日又PO文指出 要将经典赛下注运财所赢得 七位数奖金 全数捐给育幼院以及清寒家庭 低调 好一阵子的连千亿 近期接连晒期 晒儿 今又在PO 这一次经典赛日本从第一场到冠军 我全部过 奖金应该有七位数 我会全部捐出去给育幼院以清寒家庭各单位 除了抛砖引玉外 似乎也从秀连千亿即将卷土重来 重新浮出台面的味道 连一说 这次抱持着输了做公益 赢了也做公益的 泰 赢得的奖金将全数捐出 图翻设连千亿脸书 千亿说 抱持着输了做公益 赢了也做公益的心 下注日本队 而这届日本队也真的向全世界斩了实力 连千亿说 日本队夺冠 下注得到的奖金 全数捐出去 也期待这次也打的精彩的中华队 四年后也能拿到佳绩 我爱台湾 这次 对